郑梅玉是来自台湾高雄的令草编织老师 1991年,郑梅玉在台东文化中心当议工时 碰上林黄娇教授开设的令草编织课程 成为林教授的第一批学生 随即也开启了她的令草编织生涯 令草生命力繁盛 她常被用于制作各类手工制品 如草帽、草席等 在熟练于传统制品的编织技法以后 开始突破既定的概念 将令草编织、物化、塑造出人和动物的心态 此次,郑梅玉将自创的令草作品 包仲带到槟城 包仲是一个种子形态的令草作品 她取种子的谐音寓意金榜提名 这是她作为一名老师 想要祝福学生的心